最近说呢这个教育部啊 集合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来讨论 16岁以上的学生不分男女动员计划 要名册全部名单都给我送上来 另外呢就是可能在战时 这些名单就会派上用场 只是呢这个前例委郭正亮 炮轰民进党政府 他说你这样根本没有避战 而是备战耶 未来16岁以上的高中生 暑假不是要去下令营耶 而是要为备战而准备吗 这不太合理吧 让台湾陷入战争的恐慌局面 他讲了16岁以上的高中生 要列名册嘛 那那个已经到实施期了 那个不是准备期了 可是因为他要做预备动作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必须随时建立名册 因为我哪里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开始 那是不是这些高中生 因为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所以你也要做一些 平常的练习呢 是不是暑假也要去参加什么 赢队啊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这个就会让人家 进入一种紧张状态 就是备战 准备期就是备战 那好像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嘛 那事实上你没有做任何 避战的努力嘛 那你现在通通都在做备战的动作 那还要大家跟你一起准备嘛 好谢谢乃绿啊 他也说读到一半被教育训练 谁要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专家张静的回应 国防部准备啊 修订全民防卫啊 动员准备法 将这个法的名称改成全民防卫啊 动员法 第一不要提到战争动员 把所有事情全部都推到国防部的身上 我们要知道根据国防法啊 第十条 这个行政院负责制定啊 国防政策 而军事动员啊 各项啊 在以啊 国防部夜管范围以外的 所有的动员事项 其实啊 就是属于国防政策 那个啊 必须要跨部会的协调 特别是里头啊 对于啊 新闻从业人员啊 或者事业机构的管制掌握 或者啊 对于学校里啊 16岁以上的青年学子 列策造管 并且啊 这个列策管制 并且在必要时啊 要啊 要运用他们 而且啊 要投入啊 暂时生产 那也都是啊 属于教育部啊 列管的范围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认为假如没有做 跨部会协调 就要赶快去做 让这个草案更加完整 第二个 我必须要要这边啊 再提醒一下 所有的法令啊 之间都有啊 相互可能会产生矛盾 青年学子 投入暂时生产 那跟劳动基准法之中 这个就是18岁以下的人 这个必须啊 不能从事危险 或者安全性 有余虑的工作 这些法条之间 相互之间有没有矛盾 我认为这些啊 也应该要仔细检讨 第三点 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在动员啊 有所谓啊 动员实施阶段 以及啊 动员准备阶段 在动员准备阶段 跟动员实施阶段啊 我们人民啊 之间啊 所受他有的权利 应该要保障 假如只是动员准备阶段 这时候总统 还没有下达紧急命令 同时也没有实施 全国动员 或者局部动员 这时候 人民的啊 他的民众呢 他的权利 应该受到完整的保障 这不能呢 把动员实施阶段 你要做的工作 移到 在动员啊 准备阶段来做 教育部日前 还邀了各县市的 这个相关单位来开会 好 为什么要开会呢 16岁以上的高中生 不分男女 都要造册 然后呢 这册子要迭工 给国防部 纳入全民防徽 动员系统 打仗的时候 这些人可能就要来支援了 可能不是上战场 但可能必须要后备的 补给 比如说像武器弹药生产 等等 因此现在国民党立委 也批评 你让学生 这样子接触武器 根据国际公约 那敌军是不是 也可以合法攻击呢 那很多学生跟家长 听到这个措施 都觉得 为什么我们一直感觉 不想打仗 我们确离前线的距离 好像越来越紧 为了国防部 要修正的 全民防卫 动员法教育部日前 邀及各县市府开会 将来16岁以上的高中生 不分男女 都将造册提供给国防部 纳入全民防卫 动员系统 学生每年8个小时的 基本训练 跟两次长年训练 战时恐怕得投入 支援城镇站 执行消防救护 甚至是武器弹药生产 虽然国防部强调 不参战 但学生家长一听怒吼 不想打仗 真的要作战了吗 学生家长超恐慌 动员16岁7年 纳入国防部具体管制 栏尾痛批 国防部不但违宪 而且根据国际公约 学生一接触枪械 在战场上就是去送死 不只违宪过去动员 16岁学生的潜力 只有二战末期的 纳粹 德国 还有日本 告青年军 蔡英文国庆致词 曾说过 首土卫国不是军人的事 看到阿公阿嬷 学生不分年龄 学民房 这就是首土卫国 全民同行 外界指引 难道总统早有规划 动员16岁7年 网友炸锅狂轰 你问问蔡英文的家人 要编在哪一组 林非凡还有民进党 一堆大官不用当兵 却要16岁孩子去搞战争民房 今天到底是谁 让我们上战场呢 是民进党为了选票 还是美国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让台湾的年轻人上战场 蓝伟红大陆近期 频频是善意 蔡政府不回应 却满脑子 只想着怎么搞全民动员 民众想问问总统 要我们上战场 究竟是为了谁 记者林盛坚 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国防预告 在要修这个全民动员法 就被质疑 这是不是呢 要来钳制新闻自由 管制媒体呢 好 又刚才我又说了嘛 教育部要求16岁以上啊 这个男女都要动员造册 好 中皇董事长赵绍康说 这根本是以动员之名 然后行戒严之时 还把学生推上战场 这就是不教而杀稿的天怒人员 戒严的是有那个 是有动员法的啦 但是那个时候的动员法 也没有准备时间啦 只有暂时 所以我觉得大家很担心 就是你民进党什么意思 是借着这个动员之名 来行戒严之时吗 最怕这个 而且管制方位又扩大嘛 那所以大家 对民进党到底要做什么 是真的要打仗了吗 还是 还没打仗就要开始管制了呢 原来他不是要搞一个什么 数位中介法 后来被大家反对不敢弄了 我觉得借尸还魂啦 就借着这个动员法要管制媒体 你在都 其实没有要打仗的迹象 就要搞这个动员 我觉得是 是过头了 尤其把16岁的高中生都要编组 要登记 这蛮可怕的 你要干什么 对不对 你登记就表示有可能动员嘛 你又要叫动员法 对不对 那你又再要登记 那是要怎样 那这16岁的孩子 其实并没有受过军训 没有啊 没有受过军训 你把他推上战场 你这不是叫做不叫而杀吗 那么太狠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国防部赶快啦 这个回头试案 你就搞得这个 真的是天怒民怨 天怒人怨 对国防部形象也不好 对蔡英文形象也不好 不要以为选举会因此得胜 选举会因此大败的啦 前总统马英九 就特别提醒大家小心 因为蔡政府曾经有关过 新闻台的潜力 那至于蒋湾安 需不需要为228道歉 马英九的回应是 由他自己来决定 马总统想问一下 就是228呢 大家都希望蒋湾安可以道歉 你认为蒋湾安需要道歉吗 实际上从我 从台北市长到总统 道歉了一个30多次了 这还需不需要继续再道歉呢 我想可以由蒋市长自己来决定 总统怎么看这个权动法 要列管这个媒体怎么看 会不会扼杀媒体的言论自由 我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个政府曾经关过新闻台 中华民国的政府 尤其是解言之后 没有政府这样做过的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新闻界的朋友 都很担心 会不会又发生类似的事情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